阿關你這瓶子冷到水了, 看來 我告訴你, 我這麼緊張 你一刻還說要動的? 還說還說 死蠢, 這瓶子就扭暗發明 有得搏 屎其通, 你不說話不說你口啞 舉手不回骨, 爭君子 觀其不要大丈夫 來… 快來考試了, 沒空下頭, 翻翻站 我日又溫習 每晚都賠償了, 不知道多賣力 你有沒有把炮的? 伯伯般, 真厲害 不愧是老高三, 底子好 阿通, 拿這麼大疊書 你隨街掃辦知識份子? 報考子林, 普通功等學校的招生 你有沒有用的? 壞話 阿通, 你要考試就數理化溫習他 A、B、C、D還沒搞定 你搞這些書幹甚麼? 阿通, 收檔… 你們我當然知道 你有沒有聽到學生說 甚麼? 這些正一是紅寶書 因為報考志願和考試一樣重要 就算我考得厲害 如果報那裡失了手 一樣是前功盡氣 阿匡 阿通, 阿祖高考的時候的志願 是不是你填的? 當然是我填的 阿通 原來你填過志願 就算了 這次一如有, 拜託你 甚麼?我跟你填? 我相信過你 總之一句話 你替我報了甚麼志願 我就考了學校 全權拜託你 是這樣嗎?我趕著去複雜 是這樣嗎? 不是…阿通, 很難想的 阿匡匡, 幫人幫到底 送佛就送到西了 你爸爸還沒來呢? 來… 來… 報考大學的指南 我全部研究清楚了 可以跟阿通叔報甚麼學校 爸爸, 你快點忙 一整個下午, 飯不值得了 你知道, 田志願做得好 就考得好 田志願不好 好也變差 來… 我有一個工友, 兒子 他考了大學 本來考得一類 結果田志願問題, 考得三類 結果氣頂 佩服… 當然 老爸, 這麼有心得 肯定下了不小心思考 當然了 你們兩個人在讀大學 研究當報考的時候 我也花了不小心思考 麻煩, 老爸 說報考這件事 人家說這個報名是一種學問 是呀 如果厲害的話 可以開一個諮詢公司 不休無生意 老爸, 研究了這麼久 考驗一下你的能力 你替我通叔怎麼報 這樣 我們中國的一類大學 是清華、北大 老爸, 你別開懷笑 那些學校 我和阿三都不夠格 通叔夠清 那些是廣州高考 狀元才敢考的學校 所以讓人有兒子 我還沒說完 插畫插 即是說一類學校 我便不會考慮 即是剛才那些不考慮 那就考慮二類 你也不用考慮 像通叔那樣的資質 他能否考到七、八分 考不到的 我建議就是三類就可以了 那就不要看輕他 他讀書很勤奮 日炮夜炮 或者他可以 那他也要考自知知名才行 你別以為三類很容易考 去到三類 甚麼深圳、大學、兆慶、婚、院 都挺難考的 你別說 三類都難考嗎 還有一個問題 通叔那樣的年紀 去到這麼遠讀書 又離開家 我看不行 老大 你別弄他的前途 我看看 甚麼 看看 這間呢 這間 就這間 隨便給我聽就行了 是呀 阿東 你報考指南 我們全都跟他談好了 報甚麼呢 我們心痛有數 不要 你聽不聽到 我當然有聽 我早就說 你給我拿主要 你報甚麼我就考甚麼 我現在拿時間要唸 趁黃飛在那裡 我的手就叫 坐千黃,又請窗 通叔… 不是黃,是黃 黃 是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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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這樣才是 你知道我們平時說話最壞 黃黃不分 普通話分 我們分不得 我都很想瞭瞭你 怎麼瞭瞭不得 通叔 我看你應該好好學拼音才行 拼音小學 我一年級而已 老爺,說話不是這麼說的 我那時候學高考 我拼音五分的字 五分 五分 五分很麻煩 你記了一分 我一定不能失得五分 我怎麼也要學 我們老師說 學普通話 最重要是讀這個要口令 讀多點要口令就可以了 你教我,你這麼年輕 有個簡單的要口令就是這樣 四四十四十 十四十四十四 四十四 四十四 慢著… 通叔 都是沒有變化 你回去慢慢練 別動… 禮牌宵夜打包 我等你 通叔 幾點鐘?十點多? 你真是人家 你以為能不能吃到這麼多東西? 我剛剛才起床就告訴你 就算這頓飯吃都頂著 下午而已 不是,通叔 你睡到家裡才起床嗎? 我老爺說你複雜參加什麼高考 是呀 好心你不要睡那麼多了 我今天睡很多嗎? 我早上八點鐘才睡覺 正話才起床 你只因我趕著複雜 又幾十歲記性又不好 趁晚上沒有人吵我 我才看書看得進腦 沒有人吵我 這麼大人都不聰明 你早上八點鐘就用來睡覺 晚上就用來溫習 是呀 你作息時間反過來 那… 還有,通叔 到時都考考試 人家不是馬上考的 是呀 日後考,你真是… 日後再睡覺? 怎麼考? 你冷靜時反過來 是呀 阿嬸,你老公說這麼多句 你這句最適合 句句都不適合 我如果將來要考試 人家不遷就我 當然 不如我要反過來 我已經11點多了 我鎖門了,好嗎? 睡了… 他又衝嗎? 來… 衝… 通叔… 是呀… 大家做甚麼? 你怎麼又請我爸爸去宵夜? 今晚我就不吃宵夜了 昨晚說得對 高考人家的作息時間 不是遷就我通的嘛 所以我要習慣才行 那你不睡那麼晚 是呀 現在我不想睡嗎? 剛才我還沒時間到十點 怎麼會上床 誰知道上床就像煎魚那樣反來 不過怎麼也睡不著 那我試試數綿羊 你知不知道我數了多少? 多少? 數了三千七八隻綿羊 都還沒睡得著,陰哥 是呀… 那就簡單了 是嗎? 你一眼拍進書 安定下床 是呀… 沒有這件設性 安眠藥 我現在不是二十四小時 不睡得著那隻 我那種叫做甚麼 生物鐘還沒調整 反藥三分六,我不吃藥 通,早前的健康文雜報 提到這問題了 要調好生物鐘,很簡單 每天睡覺前提前十分鐘 那我慢慢移一移一移 再移到生物鐘 是呀… 爸爸這個科法很好,又是科學 說實話,通叔 平時你幾個小時睡覺 我朝朝八點就睡了 八點? 朝朝? 那你每天提早十分鐘 你要提早幾天 五百四十十 才可以移到晚上十一小時睡覺 所以就問問你們有甚麼辦法 通叔,我教你一個瑜伽催眠術 瑜伽? 很科學的,又沒有天家 是嗎? 是嗎? 有這麼神奇的東西? 我試試看 有頭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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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試看,看清楚 坐下 是 把這隻腳,移到這隻腳 下面 移到這隻腳 然後這樣 我的骨不像你 慢慢來 看著…不要漏出 這隻腳上就行 這隻腳上來 這隻腳上來 這隻手呢 向後 向後 這隻手向後 慢慢來… 慢慢來 行了,就這樣 好 挺胸 這隻摸著哪裡 摸著腳 摸這隻腳? 摸到嗎? 摸到哪裡 摸到哪裡 挺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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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閉上眼睛 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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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要多久? 十分鐘 不是吧 這樣坐十分鐘 被雜技團也不行了 他挺好玩 我覺得他整個油炸蟹 摸著了 不行了嗎? 夠了嗎? 夠了嗎? 差不多了 好了… 第一次不要太久了 你記住這個動作 記住… 好聲… 好聲… 放鬆的動作給你 你先躺下 先躺下 放鬆 放鬆 先躺下 先躺下 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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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你也不行了 老骨頭 這樣 手搭著肚子 放鬆一下 我現在來播給你聽 你跟著老師的聲音 慢慢放鬆 快樂 對啊 吧 好… 很久 你先躺下 好… 那你沒有人 想會 常 min 吃 你會讓人 可以? 你…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啊, 這裡睡不著, 是不是 可能我枕頭不看 這裡, 嘗嘗這樣 這樣就可以了 好 糟了, 無論如何都不行 難道真的認床? 糟了, 昨晚在康家睡得鋼妥當有鼻汗打 一定要回康家的鋼琴 阿康 阿康, 怎麼樣? 阿康, 怎麼樣? 不知道為什麼 總之回去那張狗鬥怎麼睡不著 心思思就來這張鋼廠才有教訓 我知道為什麼, 通叔 你是不是沒有看黃飛給你那張碟 阿康, 你聽著嘴唇睡得著 不是, 那張碟子你放棄了很多次 聽著教訓的嘴唇 怎麼睡, 怎麼睡 越聽越聰明, 眼睛睜大 不是, 整天打算來這裡睡才睡得著 通叔, 告訴你一個辦法 怎樣? 如果你聽著那張碟子也睡不著 你嘗試掛著黃飛那張照片 對, 你這樣沒用 沒影機 說話吧, 通叔 你的意思就是今晚一定要在這裡過夜 不好意思 這樣也不要緊, 街坊當然是你 我叫你倆回去睡, 關鍵字 老爸, 一直看球 看什麼球, 通叔要溫習 溫習當然要看球, 是的 通一通, 我說過要做你堅強勾盾 是… 我叫你一分, 回去睡 晚安, 晚安, 晚安 快點, 手 慕眠了 誰呀 通叔 沒我, 你成份炸了 你炸都給我了 沒起 老婆, 我要撒到醜嗎? 怎麼怎麼樣? 老婆, 他怎麼睡這兒了 是這樣的, 王妃教了她一套什麼瑜伽催眠功 現在練到她只能在我們家裡睡得著 回家就失眠了 老爸說十一點之後就不能在客廳看電視 就是要積極背後她參加高考 讓她在這裡睡覺 這樣啊, 睡到什麼時候 還有兩天就高考了 我也知道了, 最近你們真不好意思 不…你別這麼說, 只管我這件事 到晚上回來看躺著一個人下樓就放了 其實沒事的, 通叔, 這樣更好 等於免費幫我請個保安在這裡開門 是啊, 我們也睡了 好, 早安… 明天就考試了, 你千萬不要緊張 你說煩了幾十歲, 誰會緊張 我什麼世面沒見過, 你那學生仔 通叔, 我見你學完拼音或學不畫 是啊 學完股才是學古文 你的作文有沒有準備的 作文? 是啊 媽媽也沒那麼容易 好像今年出的作文題目 就是紀念 紀念就多東西寫了 比如說, 紀念打倒四人幫的日子 紀念我的死鬼老爸 紀念香港九七回歸 當然了, 這個那樣有多少東西寫 是啊 話說, 紀念都說有兩隻字看 是啊 我記得有一年的高考題目 就有一隻大拇指 公仔那些 如果遇上這些題目, 你會怎樣 這樣, 動起手指公子就好東西 好東西就更多東西寫 譬如說, 廣州一年一小便, 好東西 廣州五年一大便, 好東西 六溪大橋那些車過去不用收費 又是好東西 這麼多好東西 我告訴你, 你寫文章 你會排比句嗎 誰說你 我這樣叫句句扣題 又不會走題 絕對不會被人扣分 我懂不信那千字文章 我寫不出來 好了… 吃飯, 吃飯, 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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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著 這些是我女婿 專門從上海帶回來的 招燃合蠔 合蠔是補腦亦神 多吃點, 老也好, 腎也好 到時候做題目就聖題 又不會窩尿, 行窗 那些人是窩尿 你窩尿嗎 你窩尿嗎 記得口之前忍一支 是 保證你紀念力好, 精神力好 讓你考慮大學 看著他們是老人 是 謝謝… 話說話, 這麼多 我哪兒都吃得了 慢慢吃, 吃點精神糕 大叔, 不要緊 我們幫你吃點精神糕 你吃點精神糕 你吃點精神糕 好… 今晚我吃完飯 回去慢慢收拾 還有的, 你記得 第二筆的二筆 二筆圓班 共筆新聞證準學證 記得… 謝謝你… 你真的要吃點精神的 起了身了… 你真是有心 你真的要吃點精神的 我明明就不妨了 你不妨, 看看 我自己調了鬧鐘 你真是在房裡 我昨晚臨睡前都沒有 你總是炸鬧鐘 對啊, 所以叫你定 通叔, 大家都關心你 怎樣, 整好一件事 是呀, 檢查吧, 檢查 準考證的事要做得好 公司的事, 一定要收齊 千萬不要收齊 是呀, 確定是, 我幾十歲人了 稍稍稍稍稍的, 放心 身份證有沒有帶? 身份證? 是呀 那不就有, 齊的嘛 準考證, 膠刷, 二B元筆, 降筆 身份證…這張不是 是嗎? 身份證… 你不是說你昨天早上收拾好了嗎 身份證也沒有 當然, 身份證不可以 明信問證是嗎? 明信問證 是嗎? 明信問證是嗎? 我沒有嘛 明明, 大家幫忙替我插 快點找找… 算了… 別看時間了, 馬尺的發生寶販 這個是可以的 有呀, 沒有呀, 找了人家 你幾十歲人, 像他幾十歲小孩 這麼大頭欺負 糟了, 怎麼辦? 是否可以跟老師說人情? 你早上買菜嘛, 還要隔壁 沒有身份證, 不准進入考場 那怎麼辦? 別玩了, 花時間了 馬上去發出桑寶販, 應該說是可以的 再兩個小時考試了 派出所有所掌是你老爸都來不及 是嗎? 對呀, 怎麼辦… 不用了, 逢他過口 全社會都為過口贏道 即正去發出桑試試吧 試試吧, 甚麼事… 阿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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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不好意思 阿先生, 蘇桃, 考生, 報報了身份證 沒錯, 報了身份證 是… 你報一報… 我報一報… 這件就是我的 六十五歲? 對呀 哪是你孫子的? 我就是考生 說一說 我… 你呀? 是呀 怎麼搞的? 六十幾歲的人還這麼粗心大意? 幸好, 現在我們考生開通了 辦事吃通車 如果不是, 你就撒嬌 你真是瘋狂狂了 別客氣, 你不客氣 你們等一會吧 好, 不客氣, 不客氣 謝謝… 恭喜你, 真是的 真是的, 人林檢察就是人民的 不客氣, 不知道怎麼會變得好 好一點, 雙手也沒有 真是的, 拆勻拆勻 吃粗糕了, 吃粗糕了 吃粗糕了, 生雞碟, 還有 鑽紙又搞得不同的 對呀 這麼快就做了 謝謝… 來, 叔叔, 正好, 下次再做了 下次再小心一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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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車油車 謝謝… 不好意思, 我就等人 還有十五分鐘, 那不是不捨得打滴吧 我不是不捨得打滴 你不看見那部車的號碼 四字, 尾字 第四又怎樣? 四字聲音好聽嗎?你考試吧 如果六就好了, 六六大順一定行 那你有車才行, 那你… 怕什麼?等一會吧, 大白車 有一部車… 又不停了, 這樣也有 閉嘴嘛 那怎麼辦? 還有十分鐘而已 好, 沒問題, 來… 等一下, 有的 現在怎麼辦呢? 其中五分鐘, 一部車都摘不住 一天都是你 打一一連, 報警 不要… 不要… 喂… 我站在那邊, 怎麼樣… 怎麼樣? 怎麼樣? 嚇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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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了? 嚇到甚麼?又令他嚇到? 到底是否考得到? 是呀, 說吧 考得到和考不得不一樣 不是呀, 說話不是這麼說的 如果考得到, 就可以讀大學 就開心得假假聲 是呀… 如果考不上, 就要屈花向這兒 就瞞著一聲聲了 怎麼? 我被那間新疆幼兒師範教育學院錄取了 不是, 新疆新疆 我還沒聽過這間學校 哪兒也不知道, 你以為現在怎麼辦? 為甚麼沒有這間學校? 是呀 沒有…一天都是你 關甚麼事? 關甚麼事?你跟我報的 當初又說兜底 好吧, 現在兜了新疆 是呀… 通, 考得到也好, 考不得到 是呀 那你去不去讀? 是呀, 去新疆? 好, 進生